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了 不好了 老大 不好了 姑爷又不见了 姑爷 姑爷 老大 陆小白今天早上 通马是出城了 老大 陆小白 老大 陆小白 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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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办柴 不要多管闲事 沈博司又如何 我今天一定要把陆小白带回去 军夜 别动 你敢 大家有事好商量 好商量 闭嘴 走 军夜救我 站住 军夜救我 你为什么抓走陆小白 你无权过问 陆小白是我沈军夜的男人 你想抓走他 除非先杀了我 沈军夜 是你逼我的 军夜 你一动我的大方 没什么 小白 小白 你一动我的大方 没什么不能原谅 小白 我错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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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小白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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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州捕头沈军夜 功勋卓著勇武过人 特令晋升 神补司 小姐 京城好大 人好多 京城不同姓证 不要乱说话 不要乱跑 知道了吗 小姐 我会很乖的 乖 就不会死皮赖脸的 跟着来了 是夫人要相二 照顾小姐的吗 小姐 等等我啊 小姐 小姐 小心 小姐 好帅啊 发什么花痴 快走 走路的时候小心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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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闻神补司 统领李成器 段案如神 神目如电 武功志谋 天下无双 我倒要看看 炉山真面 卑职沈君彦 参见统领大人 神捕头 辛苦了 小白 小白 放肆 小白 你怎么了 我是君彦 我乃李承契 不是什么小白 还请神捕头看清楚 你就是小白 女儿再敢胡言 本捕头将你捉出神捕司 卑职唐吐 卑职 请大人讲罪 算了 旅途监心 沈君彦 本统领给你两日时间修正 可有意义 没有 卑职 卑职 大人 带神捕头去后衙庚子坊 是 神捕头 请 卑职 那个李承契 真的跟陆小白 长得一模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 有没有可能 小白根本就没有死 他就是小白 李承契 李承契的神态举止气质 和小白迥然不同 而且他对我 也对 一个是神捕司统领 一个出生侍锦 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嘛 不 无论如何 我都要彻底查清楚 这个神捕司统领 究竟是不是小白 承让 你力气大也就算了 武功还这么厉害 我看这神捕司之中 只有统领大人才能赢你了 大人 大人 你们在干什么 属下方才 与魏卿比试了一番 比武较量 点到即可 万不能伤了合计 是 听闻大人 武功不凡 汉风敌手 属下斗胆 恳请大人指点一二 刀剑无眼 我怕伤了你 那便不用刀剑 执笔拳 非比不可 请大人赐教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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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和死了 大人 走啊 李承契的武功 莫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竟然不躲不闪 竟然不躲不闪 河北查商赵和 我们怀疑他在朝中勾结某些官员 贩卖私查 谋取暴力 所以才派人盯着他 张不快 就是我们在客栈安排盯着他的人 双目紧闭 四肢垂直 舌尖突出 颈部两边雷痕 八字不交 初步判定 是自已而亡 继续搜查房间 不要遗漏任何信息 是 半个时辰前 赵和回到客栈 属下没想到他会突然自禁 而且 他手上一直带着的玉班 只不见了 好 哎 吃个梨 哪儿来的 房间找着 你就不怕有毒 有什么毒 挺甜的 大人 大人 房间内除了死者的私人用品 别误他误 赵和回来后 一直在张捕快眼皮底下 加之没有在房间内搜出来 想必是留在了外面 班纸上极有可能隐藏重要信息 只要找回班纸 便能顺藤摸瓜 就出木口黑手 那我们怎么找 先吃饭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 去查一下赵和近几日的行程 去过什么地方 接触了什么人 现在 可是 我连饭还没吃呢 查了再吃 那 能不能吃了再查 不能 好 要不让我去 你留下 陪我讨论案情 还不快去 客官 您的辣子鸡 吃吧 你的辣子鸡 我心爱的小辣椒呢 好 怎么了 没事儿 大人 这是赵和近几日的行程图 和直击基础的人 我饿了 去吧 保证 好嘞 消失的班旨 或许与幕后主使 并无关系 试想一想 赵和死了 班旨会落在谁的手中 是 衙门 若是普通物件也就罢了 但是班旨伴随赵和数十年 非同一般 大人的意思是 赵和将班旨 交给了亲密之人 嗯 可是据情报看 赵和在京城 没几个亲友 人可以隐藏 关系也可以 我们要找的人 应该就在这几个查行之中 好 你就是遵纪查行的掌柜 两位大人 请坐 大人先喝口茶 在下就是孙安 不知二位大人 找孙某何事啊 认识赵和吗 大人说的是 河北的赵掌柜 没错 见过几面 聊过几次 不是很熟 敢问大人 赵掌柜 他死了 死了 哦 真是世事无常啊 我猜你 得了孙可之症 这 大人会也 很不巧 赵和也得了此症 赵和死了之后 我发现他身体严重消瘦 双下之严重水肠 但是他又很爱吃梨 吃个梨 又随身携带着这六位帝皇丸 所以我敢断定 他是萧可症 引发的神变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时 我就觉得你和赵和有些相像 现在我敢肯定 我 我 我 你就是赵和的 死生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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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赵和是我爹 凌死前他把玉班纸 给了我 除了这个班纸 他还跟你说过什么 走吧 是 是 老爷 东西取到手了 赵和这个老东西 竟敢背着我做司章 打开 来 论语 原来幕后主使是你 户部 吴大人 利用手中的私权 勾携赵和 贩卖私查 谋获暴露 就算知道了我的身份 死无对证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证据 不就在你家中吗 赵和手上没有 你家肯定有 老爷 吴大人 请随我去神捕寺一趟吧 唉 唉 当初我就不应该鬼迷心窍 立刻带人去吴家 看住所有人和所有东西 是 大人 大人 属下去晚了一步 吴平的书房被人烧了 不过属下将吴平的人带了回来 魏清正在审问 看来 看来吴平身后 还有一个大人物 对了 他们的尸体 大人有所发现吗 对方生谋远虑 根本不可能让我们有机会在吴平 和吴管家身上找到任何突破口 不过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钱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神木头今天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是 小时候被火烧的留下的伤疤 没有伤疤 怎么会这样 谁 稀敢 旋 trilogy 轩 小鬼 薰印 你不是小白 你是李承轻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一度以为幻想成真了 我和他真的很像吗 是一模一样 你一定很爱他吧 虽然他不会悟空 喜欢牵 嘴狠毒 喜欢臭屁 经常欺慕 折叠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可是我每当遇到困难 陷入险境 他都会及时出现 画竟 挡在我面前 全心全意 不为生死 呵护 保护我 那一天只能眺望的月桑 那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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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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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救不了他 啊 啊 我好恨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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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不能再喝了 沈君 你不能再喝了 小白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了 哈哈哈 哼哈哈 你在看我们如果 你呢 我好难受 哈 我好难受 大人 经过多方调查 赵和贩卖私茶的获利 尽数交给了吴平 但是吴家的人 好像并不知道此事 赵和和吴平 只是一枚棋子 最后这些钱财 不出意外 会秘密转移到 真正主持者的手里 说说吴六的情况 据吴家人说 这个吴六 是吴平的远房亲戚 三年前就来到京城 跟在吴平身边做事 为人沉默寡言 唯一的嗜好 就是喜欢听戏 据他们府里的下人说 他不止一次 进过仙云楼 仙云楼 是戏园吗 没错 是京城数一数二的戏园 达官显贵萧金之地 以吴六的身份 偶尔去一次情有可原 但是经常出入 有些可疑 大人 让我带人去调查仙云楼 必有收获 去吧 是 统领大人 高龄猴命人送来一张帖子 去准备一下 随我前去 仙云楼 大人 我也在楼上 李生气 你又迟到了 是他 请坐 李兄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 很好 这位 莫非就是神捕司 新招入的女捕头 是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是 喝酒 你请我们来 所为何事 叙叙旧情 顺便看看 这位新女捕 你知道 我的好奇心一向很重 另外能入你发眼的女捕头 定有过人之处吧 你何时这么关心 我们神捕司的事情 李兄 我这是关心你 自从你伤好之后 似乎刻意与我疏远 小弟几次相约 你的故作推辞 像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衙门事故繁忙 并非有意推辞 那便好 我还以为 神捕司统领 被人调包了呢 等等等等等 李兄 请你请你 这招反秦之术 京城之中 也就只有你李承契用的炉火纯青 不会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太小气 也不肯交给我 你太笨了 学不会 你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们饮酒 一醉放消 李兄 你的手下怎么跟你一样 喜欢板着脸啊 来来来 坐下 一起喝酒 我不上饮酒 好 那我自己喝啊 侯爷 发生了什么事 是神捕司的人 神捕司 你的人 来仙云楼做什么 做什么你心里清楚 什么意思 神捕司最近在办一件大案 而你又恰巧约我们在这儿 地点精确无比 巧合吗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立功的机会 我虽贵为高陵侯 却无官无职 整日游手好闲 空虚得很啊 你想要官职 一张奏章即可 不错 不过太无聊的官我不想做 太累人的官我也没有兴趣 只有一个地方合我心意 那便是你的神捕司 既有趣又威风 干活不累 神捕司 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 那如果 我向你提供破案线索呢 算不算立功 神捕司 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这不是交易 这是为了证明 我有进入神捕司的能力 没有你 神捕司一样能破案 立成器 算我求你了 论茶言观色 本侯爷在京城无人能及 那吴六 混在仙云楼众多豪贵之中 实在嫌疑 出于好奇 本侯爷便时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每次来此 都会在听完曲后 偷偷去一个地方 仙云楼的账房 后来我派人调查他的身份 知道他是吴平的吴管家 心生疑虑 直到吴平莫名身亡 我便肯定 这是一桩大案 我的机会来了 大人 你怎么来了 把账房钥匙交出来 慢着 东家 立成器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会得罪很多人 我只做我该做之事 如有得罪 那便得罪吧 数字猖狂 本将军教训教训你 此人 小小不快 不自量力 恩 静怡 来人 别动 阻挠办案 伤我下属 我管你是什么 护不上属 误为将军 一律下我身不死大狱 押下去 李承弃 你敢 快走 走 岂有此理 心里的 走 你给我等着 卫青 在 继续搜查查房 走 李承强 冷靜点 其实你无需为我挡箭 方才一时亲切 因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统领大人武功不凡 必不会被案件锁伤 属下一不可及 下不为力 以后不要这样 大人 替你上药而已 不必劳烦大人 属下让香儿来就行了 小事而已 那劳烦大人了 李同龄简直太帅了 长得好看 武功不凡 为人正直刚硬 最主要的是 对下属爱护有加 简直是全天下 最有魅力的男人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你的药 大人 我们在账房里 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 还有这些账簿 这里面涉及了 丝茶 丝盐 丝铁等 众多不法买卖 来 把这些一起送入贤簿 协助贤簿一起调查 是 搜刮了这么多钱财 早过他们死个千百回了 难怪他们在狱中 咬蛇自尽了 大人 你的伤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对了 听说案子已经了结了 这次腐败案 涉及朝臣三十多人 为首的是货部尚书赔还 那大人 似乎还是闷闷不乐 这一次案件 太过顺利了 对了 唐子夷说 大人曾经受过重伤 不错 三个月前 本统领些神补司精锐人马 围剿千刃 千刃 千刃是一个杀手组织 神出鬼没形势严密 直到三个月前 我们发现千刃杀手的秘密巢穴 统领大人 已经完成部署 杀进去 走 一场血针之后 千刃杀手被我们尽数斩杀 而我也受了重伤 没有想到 还有如此强横的杀手组织 连神补司都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是 幸好大人之勇双全 一举将对方情杀 君严 以后你行事要小心谨慎一些 我会的 听说 魏清经常去找你 找我是假 找香儿聊天是真 香儿 魏清好像对香儿有意思 那 香儿喜欢她吗 香儿说 魏清傻乎乎的 大人 我们是不是太八卦了 你来京城也有一段时日 别总闷在身不私里 闲下之余都出来走动走动 熟悉熟悉京城的人文和景致 香儿 好看吗 丑死了 那这个呢 这个也难看 香儿 你喜欢什么 我买给你 君严送给你 送给我 大人为什么突然送我簪子 因为你的打扮少了些点缀 不 我不能要 上次你替我挡箭受了伤 这个是我的谢礼 执行公务受伤在所难免 属下怎敢要大人的谢礼 既然是公务 那便是上次对下属的奖励 这是命令 不许拒绝 这 那谢谢大人了 香儿 神捕头都收下了 那要不你也收下吧 小姐收了 我就一定要收啊 这不爱捂己捂吗 捂你个头 你就是猪八戒 厉生气 你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逛街是吧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在家都快等死了 你 你是不是想出尔反尔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 今日便去陈牧寺吧 啊 真的呀 好 快说 你给我安排了什么职位啊 暗毒库 暗毒库 文书 你让我去守暗毒库 简直是暴舔天物啊 你可以不去 你 我不勉强 你你你你你 我 走吧 唉 哇 auc� 啊 算没喊 闻书就文书 闻书 那去 大人 您可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据石花馆的人来报 长远宫的小公子死在了馆内 断轩死了 出来 你头补块衣服啊 偷 什么叫偷啊 这叫 同僚互助 回你的暗毒库 别呀 断轩我熟 我能帮你们破案 哦 以后 扦轩我 别告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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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cao ς자 peu наж your ident 面色紫轻 嘴角也残留久滋 应是他杀无疑 死者没有中毒迹象 身上的伤共有两处 一 是幼额的钻器击打伤 二是手臂的瘀伤 至于死亡原因 可能是头部遭到重击及时身亡 或者是昏迷过久 导致窒息而死 从尸体僵硬的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大约是昨夜子时 你还会验尸啊 不过是基本的肉眼判断而已 死者右手有血迹 说明死前有所挣扎 是 这是 是还是干 还是 这是上次啊 段轩临死之前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血迹 这应该是造成 死者幼儿伤口的凶器 酒杯上有胭脂 这是楚楚喝酒用的杯子 石花馆招待贵客 专用的穷香露 不算烈酒啊 可楚楚却醉了一夜 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 楚楚在说谎 二 酒里被人下了药 想一想 酒杯里被下了迷药 那下药的人是谁 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段轩死前有反抗 说明没有被迷晕 那最大的可能性 是段轩自己 既然是段轩下的药 而尸体上找不到 不 难吗 看看吧 你肯定知道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 事如梦伞 加在酒里只需要一杯 就能让人昏睡四个时辰 京城之中 很多官宦子弟都是用在女人身上 段轩这小子 浪荡不羁 有此物 清理之状 不是 你俩看着我干嘛呀 我用不到 一秋之河 你 唐紫衣 你和段轩熟悉 想一想 他最近有没有劫抽什么人 哎 这小子一向目中无人 在青楼出馆里 看他不爽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猜 这凶手 应该就在这些人之中吧 奴婢处处 见过各位大人 段轩死在你的房内 你如何解释 不管我的事 人不是我杀的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请大人们明察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好 昨晚 昨晚段小侯爷来石花馆 找我作陪 我们在房中饮酒 喝了几杯 我便醉倒了 直到京城才醒来 其他的 奴婢真的不知道 李 李统领啊 我家楚楚 她向来胆小 怎么可能杀人呢 更何况 对方还是断销侯爷 京城之中 也就你们石花馆的姑娘 酒量最好 喝了几杯就等 糊弄谁呢 楚楚不敢 昨夜 我真的是醉过去了 绝不敢糊弄高龄侯 请高龄侯明察 就是就是 我家楚楚 最近感染了风寒 身子不舒服 再说了 哪有人杀了人不跑 一直躲在房间里的呀 这不是请等着被抓吗 昨夜段宣来到石花馆后 可曾与人发生过争执 有 谁 有 赵公子 徐公子 还有城北的蒋公子 楚楚原本也是陪着蒋公子的 后来 让给了段小侯爷 什么是让 那是抢吧 本统领要知道 一切细节 昨夜 段小侯爷 早早来到了石花馆 等着秦星姑娘 登台现舞 段公子 好久没来了 您可 快坐 您不知道啊 咱家翠弘等你等的 那俩眼都冒绿光 是的 给您换去啊 好 秦星 他是石花馆花魁 也是京城第一舞技 权贵子弟 屈之若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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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鲜若惊鸿 宛若游龙啊 大草包椅 装什么事 段馨 你说什么 赵公子 不要跟这种草包椅一般见识 徐方子 你再说一遍试试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像你这样酒囊饭袋 还好意思做秦昕姑娘的入目之鞭 你找我死啊你 做我命啊 你干什么呀 谁怕谁呀 今位贵客 少恩勿躁 今位贵客 少恩勿躁 少恩勿躁 有话好说 别少恩勿躁 下次再收拾你 闭嘴 别指我 赵公子 您消消气 来 您坐 您坐 段公子 别生气 走走 后来 段小侯爷 便闯进了楚楚的房间 赶走了蒋公子 他们三个人 昨夜都留宿在石花馆中吗 不 只有徐公子一人宿在馆内 那陪他的人是不是秦昕姑娘 不不不 秦昕姑娘向来是只卖亦不卖身 从来不接客人的 那如此看来 最有嫌疑的是徐公子 徐玉 兵部尚书的侄子 人胖心眼小 大人 昨晚是奴婢侍奉的徐公子 昨夜他可曾出过你的房间 没有 你知道 作伪真的后果吗 奴婢所言句句属实 不敢欺瞒大人 昨晚徐公子很生气 喝了很多的酒 醉得不省人事 是奴婢把他扶上床歇息的 是 大人 难道凶手不是徐胖子 段轩声名狼藉 人赠鬼宴 仇家遍地 昨夜坐在石花馆的客人 都有动机和嫌疑 嫌疑一一排查 排查出案发时间 有在场证明的人 交给我 这件事你确实在好 那是自然 论察言观色 京城之中 好嘞 把昨夜招客了的妓女 全部召集起来 本侯爷要亲自审问 今夜 我们去还原一遍案发现场 来吧 来吧 段轩 我忍你很久了 你敢打我 没事吧 军爷 无妨 继续 我杀了你 你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段轩额头上的伤在右边 大人的在左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凶手是个左撇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段轩下迷药的动机 难道不是为了明晕楚楚 满足她的某些变态行径吗 以楚楚的身份和性子 段轩根本不需要下迷药 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是为了什么 或许 和凶手的目的一样 不过 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 为了一个人 判断 案发之时 有三个人不在房间里 这三人 你应该都认识吧 认识啊 那有没有左撇子 有 上官兮 那个血迹 不就是上官兮的上司吗 厉头领 厉头领 我知道错了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 要下断宣的呀 我 就算是误杀 宁远侯痛施爱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出你作案的过程 我 他都认了 还需要什么过程啊 每月中旬 都是秦星姑娘现舞的日子 那天他们起争执的时候 我也在场 段公子 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 段宣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竟然趴到秦星姑娘房间窗外偷看 我是 就一发作 我决定教训教训这个败类 都行 并且 我决定教训这个败类 不过他 草泥诅咒 你是不是我吓死你 吓死你 我本来以为 他只是晕了过去而已 没成效 他居然死了 你用了多少力道 自己不清楚吗 我 没用多少力气啊 我 他他他他他 体格虚弱 脸色苍白 一看就知道 被九色掏空了身体 是 是 我是有点虚 就算你只是将他积晕 若是酒气上涌 导致呼吸阻塞 因而窒息死亡 你依然逃不过杀人的嫌疑 我这 我这 误杀也是杀人哪 上官兄 我也爱莫能助 断轩昏倒之时 眼睛是睁着 还是闭着 闭上的 回房间的具体时间 应该是 子时一刻前后 断轩偷窥之时 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 我这 我没看清啊我 不过 似乎不是缺席啊 你生气 你也喜欢这香水味啊 是他 什么是他 上面有淡淡的酒香味 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如果断轩被上官息击晕 导致窒息身亡 根本不会在床上留下自己 我明白了 凶手是用这个枕头把他捂死的 所以上面有酒香味 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李统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杀人 我抓你 奴家 奴家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之前去过你的房间 发现你的衣物都是深色的 奴家 不喜素白之物 可你的手帕是白色的 你穿深色衣裙 分明是想掩盖身上的某些秘密 但就在昨天晚上 断轩偷看了你 发现了这些秘密 发现了这些秘密 断轩 谁 你发现偷窥的人是断轩 害怕泄露秘密 在他被击晕之时 趁机杀了他 地区 李统领 你说我杀了段轩 证据呢 还不死心 本同理问过了 昨夜你弹琴之时 手上涂过特纸花油吧 用枕头闷子段轩 禁令应该不小吧 你猜 有没有留下痕迹 不愧是神捕寺统领 真是能力超群 没错 段轩 就是我杀的 你身上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为了掩盖 竟然不惜杀人灭口 我也很好奇 李统领啊 你那么厉害 你猜呀 猜什么猜 我来拖 小心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可事不足 万事有余 你 这位师父 可曾见到有人进来 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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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军医 没事吧 没事 这是个冰窖 我们去找找出口吧 人呢 都去哪儿了 我们应该是被困在这里了 都是我不好 我被引入圈套 连累了大人 不怪你 是他太狡猾了 大人 你说秦夕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每一个千人杀手 右手手臂上都一个刀刃烙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千人的余孽 原来如此 他藏在石花馆里 想来是为了接触权贵子弟打探消息 但在阴差阳错之下 被断轩发现了身份 身为长远侯之子 自然是知道前任的 他被杀前在地板上留下的字 也正是 签字 谁能想到 京城第一武机 竟是千人杀手 谁 是 川上 我可以坚持 你若受粮会扛不住的 可是 别说话 保存体力 等待救援 少主 我们人手禁出 你全程搜索了 知道了 你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 是 大人 大人 你说卫妻他们 能来救我们吗 一定会的 他一定会找到我们 我相信他 附近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统领大人踪迹 继续找 好 是 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不 军月 军月 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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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困 好想睡觉 不能睡 醒醒啊 静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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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小白 小白 小白已经死了 不不不 我没有死 我骗你的 对不起 静岳 大人 谢谢你 对不起 我的心里只有小白 我 我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都知道 静岳 不能睡 静岳 我们还 还没成 成亲呢 死了也就死了 死了 就能去见小白了 静岳 静岳 不 静岳 我愛你 你不在买了 你醒了 你是谁 大人 你的腿 残了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在冰窖里被冻伤了 三个月前我就残了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你明明 明明就可以能跑能跳能走是吗 因为你见到的是露小白 而我才是真正的李承轻 我是露小白 不对 你骗我 我当日 亲眼看到小白掉落悬崖 你还记得那个离开的马夫吗 小白 小白 小白现在在哪里 在沈捕寺的密室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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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你醒醒啊小白 小白 我是军业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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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白 我是军业啊小白 你怎么啦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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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了救你 几乎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现在体内寒气侵入 伸手重创 只怕难以搜寻 是你 你果然是神不思的人 他是陈锋 是我的贴身安慰 沈君业 如果没有他 的话你和小白 都会冻死在冰窖里 离成妾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让小白假扮你 你怎么办 主上 李成器和沈君业 被人救走了 李成器 哼 不过是一个冒牌货 没想到 他竟然能找到一个如此 除死的替身 补禁武功 智慧才敢也一流啊 李成器为人奸诈 主上能在如此短时间内 你得将他识破 亦不惶多让 终究还是被他骗了一个月 秦昕 本座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需要你去完成 请主上吩咐 当日与千人一战 我双腿竞飞 身不思也损失惨重 至今千人首脑仍在逃 如果让他知道我站不起来 他一定会借机报复身不思 所以我必须要找回小白 在我秘密疗伤期间 替我坐镇身不思 震慑他们 找回小白 没错 看我的年龄和项目 你应该猜到了吧 你和小白 是岚生兄弟 那那天 我在窗外看到的背影 是我 谁 他走了 我本想等千人铲除以后 再和小白相认 但事与愿违 李承七 小白根本就不会武功 你尽忍心让他假扮你 如果千人实施自杀 小白必死无疑 在没有确认小白的身份之前 千人是不会动手的 只要给我时间 让我的双腿恢复 够了 你根本是在狡辩 你再赌 你在拿小白的命再赌 沈君业 如果陆小白不同意的话 我们少主也绝不会让陆小白 当统领 那是因为小白重心重意 小白 他善良 不够你狠 他蠢不 不够你阴毒 你是他兄弟 他当然会毫不犹豫 把你护在身后 少主 这个沈君业竟敢对你无礼 无妨 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喜欢小白 小白 小白 你知道吗 当我在神补寺看到你 一个活生生的你 我以为这是上天对我的倔苦 我以为这是上天对我的倔苦 但是你说你不是 但是你说你不是 你说你是李承青 我一次次地试探你 我一次次地试探你 但是还是被你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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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以前一样 这么地试探我 这么地呵护我 关系我 但是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 原来你还是你 你不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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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 我真的不认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了 我求求你 你醒过来 你醒过来 只要你醒过来 所有的隐瞒和欺骗 我统统都可以不计较 真的吗 我终于不用再装李承青了 我鹿小白回来了 我终于不用再装李承青了 我鹿小白回来了 我鹿小白终于回来了 君爷 骗子 你 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 你刚才一直在装睡是不是 我怕你知道真相不肯原谅我 你怕 那我呢 我这些日子我不痛苦 我不难受吗 我错了我错了 你别生气 你 你个骗子 对不起吗 你个骗子 沈雪也对不起 我也愿意 你快来 ap 谁 喝水 赵 你 だから我怎么怎么放开 小主 不 无妨 沈君 您是不是属狗的 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然后我也做一个记号 省得你以后再骗我 很疼吗 你让我咬一口 试试 没事 小白 李承七说你是他孪生兄弟 对啊 那你为什么自小流落在外 来 这是你爹的灵位 二十多年前我娘临盆 朝家上门将我擒走 我爹拼此追赶 虽然将那贼人杀死 但我也不信掉入了河中 所以你自小别流落在外 我娘因为伤心过度 没过多久去撒手人寰 我爹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隐瞒了我的身份 但是他派出了密探 一直在寻找我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变过 直到两年前密探回消息 说我身处江南 我爹呢 起身去江南寻我 可是没想到的是 沈姆斯竟然出现了叛徒 泄露了我爹的行程 在路上 他被欠人伏击 身受重伤 明流之际 他把消息告诉了阿气 剩下的阿气 都应该跟你讲了吧 你和李承契 除了武功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你是真不知道 我每天装李承契 有多辛苦 有多累 多多多多 再来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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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 别打 别打疼 站直了再来 无奈 李承契 怎么样 再来一遍 无奈 继续 大约 冰部上书 年约 三十八 身高 七尺二 咱们 女小伙众 和你 在这里 你 和你 跟 中 你 和你 水 监 千任罔顾法度 残杀百姓 而且还杀了我爹 我身为李家人 为民除害 则无旁贷 我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 替阿气掌管申不思 让阿气才能好好治疗 尽快恢复 我知道了 千任一直在暗中监视 所以我也一直 没敢告诉你 就是怕 我就怕你 我明白 我不怪你 你还让我加入了神补寺 完成了我的愿望 如今我们还能一起并肩作战 对付为祸不浅的亲人 我很开心 那个其实调你入金的人 不是我杀妾 她说你武功非凡能保护我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这就是最幸运的事情 这就是最幸运的事情 你干嘛啊 李成奇 没看到我和你嫂子在温存 你应该吃药了 我 她 她说我该吃药了 你该吃药了吧你这个瘸子 你有本事就过来 我好怕怕 你推轮椅过来啊 你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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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在哪儿 小姐 你快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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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有点冷 想多抱抱自己 爹 你放心 孩儿 很快就会完成你的医院了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羹夫被杀 表面上是个羹夫 可实际上是神捕司的暗探 神捕司的暗探 一刀魔红 干净利落 这一定是千任杀手所为 看来他们已经猜到我是假冒的 知道你没有痊愈 开始向神捕司发难 那次大战过后 千任的余孽并未出击 我选了神捕司 六名身手了得的敬畏做暗探 去寻找他们的藏匿之地 死去的功夫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身份 除了我 小白 还有陈锋 其他三人都不知道 有人叛变 敌人在暗 我们在明 陈锋 你速速去调查一番 还有告诉其他暗探 是 暗探叛变 你们俩速速先升神捕司 等一下 此次案件中 唐子仪比较可疑 你们两个要小心一些 走 大人 神捕头 你们回来了 让你们担心了 李承信 沈军爷 这两天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我都快担心死了 李承信 你不认识我了 对了 那个秦昕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快告诉我 他是一个杀手 来自千刃 他是千刃的杀手 你知道千刃 当然 经济道最厉害的杀手组织 无视枉法 手段凶残 能逃过他们刺杀的人 屈指可辱 唐子仪 你不能再待在神捕司了 为什么 千刃的人 已经对神捕司的人下手 你留在这里 很危险 我不怕 再说了 神捕司现在要跟千刃开战 这么刺激的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呀 唐子仪 你武力低威 留下来是想给我们增加麻烦吗 我武功确实不行 但我好歹是个侯爷啊 人脉广 总有一天能用到我的 李承契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听从你的安排 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李承契 神经 李承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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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李承契的近身侍尾 怎么如此不小心 庚伏也是你杀的 没错 还有你 刀上有毒 大人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让他们严加防范 嗯 沃琴 香儿去哪儿了 香儿 她不是早上去买东西了吗 还没回来 没有 我在后院找不到她 会不会出事了 前任现在盯上了神捕司 对香儿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香儿未必会有事 不过堂子仪说得对 对 亲人随时可能会对深不思的人下手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我和你一起去 香儿说 来西市买点银耳 分头找 唐紫衣 你和卫青一起去找 好 菊燕 我们去那边吧 谁 来 姑娘 你瞧瞧这串 香儿 香儿 干嘛 抱歉 认错人了 香儿 香儿 richten 这 不 也不见了 什么 唐紫衣不见了 可能是被掳走了 香儿也不见了 一定是亲人干的好事 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回神部寺 统领大人 方才有一位重伤的相使 来到神部寺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人禀告 相使 他在哪儿 天内大堂之中 崔成 怎么样 大人 岂丐偷袭了我 将我打成重伤 他可能还变 崔成 崔成 他可能 大人 他是不是我们神部寺的密探 没错 戴好像是 那她说的乞丐 莫非 是令你暗叹 暗叹相继被杀 香儿堂子一生死不明 看来千人 要主意将我们赶尽杀绝 那香儿她岂不是 她和香儿不会有事的 千人杀人 从来不会隐藏尸体 为妻 立刻带人去南城平户区 寻找乞丐的下落 她叫贾静 脸上已垮黑斑 是 小白 从现在起 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我 知道吗 干吗 还怕千人追杀我 以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知道你是假的李承器 无所顾忌 知道了 你不敢轻举 像是死了 岂该叛变 香儿和堂子一失踪了 陈锋也失踪了 什么 我让他去提醒其他暗叹 至今未归 假如岂该叛变 那秦龙组的祸狼 恐怕也凶多吉少 这个千人首领 究竟是什么人 阿七 神捕司追查千人多年 难道就是没有一点线索吗 千人出现的时候 正是神捕司鼎盛之计 爹和他数字交手 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千人表面上杀人敛财 但其实 神捕司才是他最大的目标 你的意思是 千人创立 就是为了专门对付神捕司 以这种情况来看 这肯定是嫉妒 仇恨 神捕司 秉持公正无私之心 所以在朝野上下多有疏敌 所以 还没有查出幕后主导是谁 不过 千人的首领已经被爹中伤 相信现在已经死了 现在的千人首脑 实际上是第二人 爹的死 便就是他造化的 阿七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揪出来 替爹报仇 为民除害 小白 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 我现在行动不便 所以你们行事要谨慎一些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神不死 还有你 我的好弟弟 我可记得 我比你多出生一刻啊 你可拉倒吧 我不信 反正我是你哥 事实如此 不停不停 我们念经 不停不停 好了 你们别争了 解决到千人再说吧 你可啊 就不停 唯一 你不停 你不停 他 不停 但我还不停 嘱吐我亲人之恨 属下已经设下了圈套 等着下一个目标上钩 好 下去吧 是 李承弃 我看你还能藏多久 方才经照府的人来报 昌明街一对饭货夫妇 被人杀死在家中 昌明街 这是霍郎住的地方 这些恶魔 连夫人都不放过 现场还有其他死者吗 没有 不过发现了第三者的血迹残留 可能是尘风受伤被擒了 我曾对阿契夸下海口 可是我现在一筹莫准 小白 这个也不能怪你 对付凶手又不是你的专长 你又没有经验 何况七日实在是高深莫测 可是我爹是神卜啊 我兄弟也是 是 我呢 算半个吧 什么一个半个的 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厉害的 君业 只要你在 我觉得我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怎么 怎么了 神卜司是紫诚赋言 对啊 那千人会不会也是啊 你好像说的一点没错 千人首领死了之后 千人对神卜司的攻击不减反增 若非关系如此紧密 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仇恨 哎呀 我和阿气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智者千律 难免有事 我之前和阿气 觉得千人的首脑 应该是一个老辣之人 年约三四旬 现在看来未必如此 很有可能和我年纪一般 大人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结果如何 甲敬已经逃顿藏匿起来 不过 我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一封信 今晚紫时目封离 若不知 明日收拾 前任带走香儿他们 果然有后长 现在离紫时还有一个时辰 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来 人在他们手上 我们别无他法 军业 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 大人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不过 卫青 你留下 如果两个时辰之后 我们也没有回来 你就去找一个人 我们一起去 你们果然来了 人呢 李承弃呢 我就是李承弃 你瞎了吗 哼 你如果真是李承弃的话 那日 我绝不可能逃出石花馆 也绝不可能将你们困在冰窖之中 废话少说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放了香儿他们 很简单 只要李承弃来 可惜 他没来 你们首领不也没来吗 对付你们 可惜主上出手 哎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签认 就剩你一个顶尖高手了吧 那又怎样 对付你们 绰绰有余 哦 哼 别动 沈军夜 放下武器 抚奏杀了他 企丐 你为什么要背叛神捕司 背叛 我为神捕司卖命这么多年 我得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得到 让我做乞丐 每天吃康宴菜 这种生活我活够了 千任能给我荣华富贵 我为什么还过这种苦日子 残害兄弟 背心弃业 你一定会死得很惨 我灭了神捕司 我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沈君业 刀剑无眼 你再乱动 我可不能保证他的性命 主上说的没错 你和他 感情很深啊 带走 走 走 香儿 香儿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放心 他们只是吃了入梦伞 你把我们抓到这儿 是想比李承熙现身吧 没错 到时候 他会亲眼看着你们 一个 一个的死去 靳云 你没事吧 你呢 唐子依 醒醒吧 别装了 统领大人 你笑什么 让我猜一下 你跟李承契相貌相同 你们是兄弟 没错 好兄弟啊 你叫什么呀 鹿小白 鹿小白 好样的 来 说一下 你是怎么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的 当初你勾结裴衡 蓝庆 脸下大笔钱财招兵买马 后用荣华富贵 使我的暗探叛变 想要彻底覆灭神不思 继续 你怀疑我的真实身份 所以让秦昕进入石花馆 暗中调查 不料被断轩发现 你们便杀人灭口 调查之中 你一次次旁交侧击 想要坐视上关系的罪名 掩盖秦昕 哎呀 真不好意思 都被我识破了 断轩这傻小子 哎 你的确聪明过人啊 还有 你知道真正的李承契 不会被困在冰窖中 所以 你有假意混到人群之中寻找 为了就是看看我 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承契 哎 就凭这些 当然不是了 还有秦昕的一句话 主上说的没错 你和他 感情很深啊 如果不是我身边的人 如果不是眼光独到的人 怎么知道我和军爷的关系 哎 陆小白 你觉得我的伪装怎么样啊 很好啊 非常好 哈哈 哈哈 能得到你们李家人的赞赏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真是疯子 有病 唐子爷 听你这么说 你们唐家和我们李家 似乎大有渊源 怎么 李承契 没告诉你吗 好 那我来告诉你吧 从 什么时候说起呢 就从神捕司的起源说起吧 三十多年前 京城出现了两位天才 一个是你爹 一个便是我爹 他们的武功才智都是当事一流 那时候 朝廷想在三法子之外设立一个新部门 专查重案要案 专捕大奸大恶之人 你爹和我爹为了争夺新部门的统领之位 进行了一番比斗 你猜 谁赢了 很明显是李统领 不 应该是不相伯仲 真聪明啊 所以 朝廷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呀 那你觉得 这样公平吗 有什么不公平的 这就是朝廷 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放屁 论武功论才能 我爹哪一跌比你爹差 好好好 那这就是你爹创立千人的原因 朝廷既然选择了你爹 他能一手创立神捕司 训练出一批威震天下的神捕 我爹同样也可以训练出一批杀手 你神捕司为国为民 那我千任便大型杀戮 就为了一时之争 为了展示自己的本领 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你爹简直是个恶魔 善人也好 恶魔也罢 我高龄侯只信奉四个字 成王败寇 自作孽不可活 你爹都因此而死了 你能不能洗悟一下 我爹虽然死了 但千任还在我还在 我会继承他的一波 完成他的夙愿 将你们神捕司踩在脚下 将你们李家狠狠踩在脚下 疯了疯了 彻底疯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爹死在了我的手上 你兄弟被我中伤 很快 你和他 也会被我杀死 你们神捕司也将不复存在 你确定你会赢吗 毫无悬念 我都可以猜到你是千任的主上 李承器不行吗 他猜到又如何 他能找到这里吗 大人 李承器来了 李承器 这次怎么没迟到啊 你的人 已都被我擒住了 好 很好 非常好 唐紫衣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出师的那一刻起 你我注定是死敌 不对 你可以选择过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纵情享乐 无忧无忧无虑的小侯爷 住口 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爹不比你爹差 我同样 不比你李承器差 非要分个高相吗 没错 人人都说你李承器天纵奇才 无人能敌 无人能敌 我唐紫衣 不服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是小白给我留的记号 不可能 陆小白一路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记号 唉 你懂个毛毛球啊 这还是多亏了 花蝴蝶给我留的百里香 唐紫衣 事已至此 认输吧 认输 你现在虽然掌控了局面 但是他们 还在我手上呢 你想要怎么样 简单 你我决斗 冀绝生死也分胜负 你若胜 我便放了他们 那你若胜呢 我若胜 死的就不止你一个 还有你的兄弟 你兄弟的女人 或许 还有我和秦兴 不过这样也好 你我两家便不负这时间 阿七 不要想信她的话 你可以不相信 那你逼我选择 好 我答应你 大人 不可 阿七 小白 我答应过父亲 一定会护你周全 对 本统领 今天要与堂子一匹斗 谁都不得插手 李重庆 你还以为你是以前的那个你吗 我啊 坐在轮椅上 一样能赢你 好 果然是心高气傲啊 那就别怪我胜之不武了 今夜 我就要将你留在千人府 小心 你的腿竟然恢复了 很不巧 刚刚好 那又如何 阿七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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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能解开绳子 不是啊 我会解不开绳子 没有我解不开的绳子 别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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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从手上 住上 把他们全部都带走 prominit 唐王拜寇 承王拜寇 成王败寇啊 成王败寇 小妹啊 这今天 好像不是什么黄到极日嘛 你懂什么 前两次选了好日子 结果都黄了 我算是明白了 要反着来 这叶儿的婚礼呀 才会顺利 还是夫人高明 那是当然 虽说叶儿和小白 终成眷属 不过 这入坠沈家 是不可能的了 哎怕什么 不还有我吗 你 你有什么用 咱们还年轻吗 一个老不正经的 小姐好了 老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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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不好了 姑爷他 小白又怎么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嘿嘿嘿嘿嘿 随风潜入梦 长云暮云暖风 花落岸相生 花瓶如飞浆水疼 小军夜 我露小白来娶你了 月中月落四季更 永世一年风 日中月落四季更 永世一年风 在冲状之后 他妈妈替你了 还在冲状之后 我给大家一遇 这么说 那天